你们经常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这个男孩经常吃的是最平凡的吐司 一吃就是好几年 倒也不是他有多喜欢吃吐司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妈妈 男孩名叫杰尔 从他济世起 妈妈就没有买过新鲜产品 吃的一直都是罐装蔬菜 有时候还可能吃不到 就连最简单的三明治都会搞砸 妈妈也曾经努力过 可明明是按照步骤做的蛋糕 还是长成了不能吃的样子 只有做吐司的时候 妈妈才不会翻车 只要在面包机里加热一下 就成了妈妈的拿手菜 一家人的早晚餐 杰尔从小吃着吐司长大 对美食有着无限的向往 常常半夜一个人看书纸馋 幻想自己是超市的老板 给客人们分发食物 还会自己研究菜品 用这些方法来表达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这天母亲的哮喘又犯了 她一直有很严重的哮喘 心情不好 或者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复发 但这次明显比之前的更严重 爸爸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杰尔也更乖小听话 可这些都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 妈妈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她走下楼 带着杰尔一起做白果馅饼 因为在圣诞节做馅饼 一直是杰尔的愿望 可妈妈等不到圣诞节了 只能把计划提前 杰尔很开心 妈妈看着杰尔 我爱你 我爱你也爱你 饼皮的部分很快就做好了 现在只需要放入馅料 白果馅饼就完成了 客帆遍的仓库都没有找到馅料 只能等明天再继续了 杰尔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杰尔虽然小 但他也知道 妈妈可能不会再陪着他了 最终杰尔也没有吃到 妈妈牌的切儿饼 因为妈妈在昨晚去世了 妈妈去世后 父子俩的主食依然是吐司 吃了几个月后 爸爸终于受不了了 他开始尝试新菜饼 在厨房折腾了半天 才做好了两份派 父亲非常生气 他大声斥责杰尔的不懂事 还强迫杰尔把派吃下去 杰尔也非常委屈 他觉得父亲不爱自己了 于是找到好朋友倾诉 好朋友告诉他 我妈就是用牛肉炒面 整覆我爸的 杰尔受到了启发 他拿出所有的零用钱 买了两块鲜鱼 准备做烤鱼给爸爸吃 可等了很久 爸爸都没回来 杰尔只能一遍一遍地加热鱼鱼 直到他被彻底烤焦的时候 爸爸才回来 看着烧焦的鱼块 爸爸毫不介意地吃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是儿子的心意 杰尔非常开心 他觉得自己成功了 爸爸还是喜欢自己的 可好景不长 一个人的闯入 打破了父子俩的平衡 这哪儿是来工作的 明明是来当女主人的 女人名叫艾莉 是爸爸请来的保姆 爸爸受够了 每天吃吐司 吃娇业的生活 于是请了一个保姆 帮忙搭理家务 艾莉长得漂亮 活干得更漂亮 家里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的 不仅如此 她还做得一手好饭 每天变着花样 给父子俩做好吃的 在美食攻略和艾莉 时不时的暗示下 爸爸很快就沦陷了 她在乡下买了房子 准备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杰尔不能接受这一切 她非常讨厌艾莉 她觉得是艾莉 插足了她的生活 抢走了爸爸 取代了妈妈的位置 可是她的不满 并不能改变爸爸的决定 艾莉也试图缓和 跟杰尔之间的关系 但都无济于事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才能和平相处 久而久之 艾莉也不强求了 来到这里之后 艾莉彻底成为了女主人 每天换着花样做饭 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和她的关系 也越来越亲密 就这样过去了几年 杰尔长大了 她依然很讨厌艾莉 她觉得爸爸这么喜欢艾莉 都是因为她做饭好吃 所以在学校 她故意选择了烹饪的课程 想在厨艺上赢过艾莉 夺回爸爸的宠爱 她每天在学校钻研厨艺 可能是儿时的经历 再加上艾莉的刺激 意外的激发了她的美食天赋 杰尔进步得很快 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同学们也都争抢着吃她做的食物 杰尔把做好的甜品 带回家给父亲品尝 父亲肯定了儿子的厨艺 但是和艾莉相比 还是有些距离的 而艾莉 堪穿了杰尔的小心思 一场厨艺大战 无声的拉响 今天是奶酪土豆泥 明天是草莓蛋糕 晚餐是松饼 甜点是布丁 这个男人几乎被甜品包围了 杰尔和艾莉 每天都在进行厨艺较量 而爸爸则是这场比拼中唯一的评委 但杰尔的厨艺 始终差了艾莉一截 为了打败艾莉 重新获得爸爸的宠爱 杰尔跑去参观大工 偷偷学习厨师的烹饪手法 甚至偷看艾莉做菜 悄悄记下来她的配方 艾莉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她的菜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 不断尝试改良出来的 每道菜都有独特的味道 杰尔偷偷练习了很久 才成功做出了完美的柠檬派 那正是爸爸最喜欢的食物 她兴冲冲的拿给爸爸 可是爸爸在忙并没有理会她 反倒是艾莉走过去吃了一口 艾莉一下子就传出来 这是她的配方 她指责杰尔抄袭她的食谱 可杰尔却说 这是她经过改良发明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起来 还是爸爸出面才解决了这场纠纷 但两个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依旧在暗地里较劲 爸爸再也受不了了 他摸着被喂起来的肚子大喊 Enough is enough 你们还有良心吗 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爸爸的这番话 让两个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终于结束了这场闹剧 但在这过程中 杰尔彻底爱上了做菜 他潜心钻研菜谱 准备去更大的城市实现自己的报复 可父亲突然的离世打乱了他的计划 医生说 爸爸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甜食 引发其他疾病去世的 爱丽伤心地抱着杰尔 从今以后 这个家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杰尔却推开爱丽 他认为爸爸的死都是爱丽害的 如果不是爱丽给爸爸吃了这么多甜食 爸爸也不会死 他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收拾好了行李 不顾爱丽的哀求 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 他找到了一份后厨的工作 跟着顶级的大厨 钻研各式各样的菜谱 最终成为了著名的美食家 开启了他辉煌的一生 这就是奈吉尔·斯莱特的故事 电影改编于他的成长经历 或者他已经尝过了很多的美食 但是最难忘的 应该还是妈妈排的吐司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